讓我們邀請 吳秉承師傅帶來的 泰式黃咖哩雞 來 請就位 來 介紹一下 好 來 我們今天用的是一樣 就是去骨雞腿肉 這個其實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切塊狀 這個切塊狀 這裡面的雞肉組織它是比較膨的 所以其實你在裡面全做端筋 這樣肉質吃起來 它軟的度也夠 整個在煨這個咖哩降進去的時候 它速度也會比較快 這個旁邊的你就不用浪費 這雞皮都很好吃 很浪費 來 紅蘿蔔的部分其實你可以 好 今天我們就把它切片 對 切 放這邊 薑黃的部分也是一樣 沒有薑黃你可以選擇用一些薑 因為薑黃部分 你認為黃咖哩 綠咖哩的差異在哪邊 一個是薑黃 那另外一個綠咖哩部分是青辣椒 所以它的香氣跟味道也會不同 在那邊 在那邊 對 這樣其實它味道其實 這樣做 多類這樣子 看不下去 變黃 變黃 切一點點這個香茅進去 香茅其實也不用太多 因為我們今天用了一個 泰式的黃咖哩醬 它其實裡面成分就有 那這是增加香氣而已 來 雞肉出來 把它轉成中火 因為你太高溫的話 它這個雞肉就是水分一直扁 一直跑掉 它這邊有一個馬鈴薯 來 馬鈴薯今天用的是 蒸熟的馬鈴薯 會不會太熟 不會 這個蒸熟馬鈴薯 其實在裡面 等一下在微熟的時候 它的產分墊著 墊粉質 就像鍋芡一樣 簡單的果煎 紅蔥頭 再來 就放進來 跟雞肉一起做煙炒 好 來 這時候這些紅蘿蔔也進來 對 香 我有一次回台東 我說 我坐飛機 她說 妳要回台鍋了嗎 我說 送我到機場 她說 妳要回台鍋了 好像 我說 我要回豐年 台鍋有豐年 來 這邊把它移開 豐年 台東已經有豐年 豐年機場 對 洋蔥也是大量進來 沒有什麼油 鹽奶的部分也有鹽油 這個時候就把這個放進來 好 黃咖哩的目光 真的 好刺激 對 其實你在市面上 買到這種一整包的黃咖哩 其實你放進來 味道就很足了 不管說你湯加多一點點 然後拌著些和粉什麼去吃 你味道就夠了 來 翻個鍋這個 媽媽 來 椰糖部分也是少量就好 不夠的時候再去蝦 因為我們今天的蔬菜料部分 一定有椰糖嗎 一定有一個椰糖的香氣在 一定有椰糖家裡面的 對 家裡如果沒有椰糖的話 其實滿建議你前面在煎的過程 要拌炒的時候 你再把我們的砂糖放進去 讓它產生有點像焦糖一樣 焦糖 去帶去這個香氣在 一點點的米酒進來 好 基底的香氣都出來了 米酒進來 鮮米酒 水分也有進來 酒量好了這個 酒量 來 因為有一些譬如像咖哩 雞肉或者是豬肉 腥味比較重的 其實你放一些酒量多一點 那去蒸發 它的甘甜味也會夠 檸檬葉你就把它 把它燒泥一泥 它整個香氣就選擇的地方 對 這個話就把它放進來 煎一下 煎一下 檸檬好 炒天椒 泰國他們可能會用到整顆 那我們知道半顆的量就夠了 所以前面 我在整 前面鍋裡面 前面我們沒有去炒它 這個香菜 馬力圖那濃濃的跑出來 我覺得馬力圖的顏色 跟剛剛很不一樣 就不一樣 對 上色的 香菜一樣之後 後面把它加進去就好 哇 在東央貢裡面 東央貢裡面會不會加香菜 看個人 它也是在香料 不一定 對 看個人 這是在香料裡面它會加的 這麼奶 這麼奶 濃稠度才會夠 這也是泰國前年節在吃的嗎 好 好 男朋友沒有斷奶 太難一點 我郭小柳年紀才斷奶 我午休都要請教兩個小時 很難 吃肚子 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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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謝謝 謝謝 上桌吃一下泰式料理了 剛好以飯以湯了 我們先吃飯再喝湯 吃飯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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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才放一飯就好辣 對啊 好乾 你才放很辣 對啊 真的 真的好辣 這很像泰國拳的手擠過來 有一點 太痛了吧 腳擺飯了 手會痛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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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來這是台不是泰 是飯 你怎麼突然變台灣這樣 你怎麼突然變台灣這樣 有些人 一直在畫面 找不掉 什麼 你說 怎麼突然 搞得 好 說 甚至 看到 下